游戏里的小载机 菜机中的战斗机 大家好 我是大蛙 今天和小豹玩一局照会模式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 赶紧和他们换件衣服 雨林图穿这个 有点太好 成功换上队友的皮夹克 开始今天的成河表演 我们来到了训练基地 听着四面八方的枪声就知道 跳的人很多 哎呦 给我倒了一个 不慌 反正我们活着就行 可以把它给照唤回来 枪空有个小瓜皮 先收拾了它 哎呦 队友又倒了一个 而且还是被同一个家伙打倒的 这个小兔崽子有点狂啊 我的小兔脾气忍不了了 看我一个灵魂威荼 赶上前去 那啥一号 你先上 我怕死 队友击倒 我不带了这个小瓜皮 里面狗还有人 看脚步是在楼上的这个位置 该说不说的 冲 啊 啊 我转向了 我去 看的时候 这家伙在这儿呢 我不信被捕 但我根本不慌大 因为只要我对一号干掉它 我就还能复活下去了 果然我对一号不负重望 一阵操作猛如虎 替我们报了球 并且背着我们三个的复活卡 前往夺名电话题 看 这打电话的姿势 多帅 多有魅力 多么的感觉 我也一顿旋转跳跃 回到了战场 但 我破产了 只能泛发图强 动身再起了 于是我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 一切 你把看家本开心 残死了一个人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基地 简单一转悠 就啥都有了 进圈了 都有说前面这座桥不简单 盒子遍地 总感觉着附近一带 有老鹰匹 带到一个横冲直撞的 带走的 就在我接触找人的时候 敌人摸了我们的屁股 竟然从后面偷袭我们 先就近扶一个 结果第二个队友 没来的起扶就被扶掉了 我发现了这个杀手 开镜就是一桌子 我成功被打倒 我成功被打倒 再一次成功 有危险 对不对 我快打他 大惨大惨大惨 于是队友捡起我们的复活卡 再一次冲向 全内唯一的电话亭 兄弟相逢 三万九 兄弟轮逃 两杯茶 一号队友再次成功召回了我们 大恩不言谢 这一次 我们又是青江荡产 两手空空 想要东山再起 我不得不再次拿出我的看价本领 一切就从这根撬棍开始 给我一根撬棍 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我一路挥着敲棍 就这么猖狂的进了决赛圈 最后还吃了鸡 虽然我的少林功夫很牛皮 但主要还是因为我有一个牛皮闪闪的 中国好队友 那个内裂 哈哈哈哈 自从我关注了大摇游戏说 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屌爆了 屌爆了 大摇游戏说这么屌的吗 我也要关注 大摇游戏说 大摇游戏说 大摇游戏说